好 我来看一下这个单元 老师来介绍一下绝对值得图形 老师你这个单元在干嘛 老师来教大家绝对值得图形怎么去画 这样行不行 等一下老师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教大家标准做法 这样行不行 但是标准做法因为太麻烦了 所以教完标准做法之后 第二阶段老师会告诉大家 怎么画会比较快 这样行不行 可以好 来我先看一下标准做法 好 我参与强调要把绝石 我参与强调碰到绝石题目怎么说 想办法要把绝石拿掉之后才能运算 要把绝石拿掉很简单 我必须要确定绝石里面什么号 正号还是负号 那既正号和负号中间是几 零 所以说你去想象一下 如果说这整个 AK减1等于0的时候 AK是起1 所以说这时候我画出我以1为分界点 把它分成比1大和比1小 这样行不行 比1大告诉我 AK减1什么号 正号 所以说当然AK是比1大值 这个AK是减1什么号 会是正号 对不对 因为我规定AK是比1大的嘛 所以AK是比1大值减1什么号 正号 所以拿掉绝石 老师可以直接写成 AK减1 AK是比1小 哇哇哇 AK是比1小 减1够不够减 不够减 对不对 所以说这时候AK减1什么号 负号 所以拿掉绝石必须要加算什么号 负号 把它变号之后 那变负负得什么 正嘛 所以说这时候需要把这样 变号 变成负S加1 这样行不行 之后开始来 把这图形画出来 怎么画 麻烦你先画一个直角坐标走出来 这样行不行 好 我们先看一下 Y等于AK减1这条直线 我们先把Y等于AK减1这条直线画出来 诶 直线要怎么画 要找两个点连起来是一条直线的 好 所以说我们先看一下 Y等于AK减1 你看一下这条直线怎么画 你先看 我先找一个点 好不好 比如说找AK减1的时候 AK减1带1减1是几0 所以说大概AK减1是10Y是几0 找到这个点 好不好 这个点在这边 我们看 再去找一个点 再找一个点 因为要找两个点才能连成直线嘛 所以说再找一个点找几找2好不好 AK减2带2减1是几1 所以说大概AK减2带10Y是几1 在这边把两个点连起来这条直线 但是很抱歉 我今天这条直线我只要在AK大1的区块 所以说不错两个点连起来这条直线没错 但是这条直线要AK比1大 那这块区块才有效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一段才有效 这样行不行 比1小这块行吗 不行咯 我说过S比1大时 Y才会等于A减1嘛 所以S要比1大时这段直线才有效 这样行不行 再看Y等于Vs加1 一样 你AK是用1大Y4几0 对吧 所以AK是用1大Y4几0 AK是用0大Y4几1 这样行不行 两个点连起来这条直线 对吧 但是这条直线要怎么说才有效 叫AK要加小1 这段才有效 怎么看到 所以说我去做了这两个图形 我老师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我画出来的图形是这一段 有看到 原本从这里画到这边来之后 再把这这样诞生下来 诞生过来 有看到 所以说这种图形 我们在数学上把它叫做什么 折线 所以说举列实的图形画出来 它是一条折线 从这边到这边之后折上来 行不行 其中右边这一段 因为右边这段S比1大 行不行 所以说这段直线会是其 Y等于A-1 左手边这一段 因为它X比1小 所以说这条直线是其 Y等于Vs加1 而其中这个点 我们在数学上把它叫什么 折点行不行 因为在这边对折上去行不行 所以说这个点叫折点 那这折点桌标刚好就是几 10 可不可以好 好这是一个橘类值 那我再看一下两个橘类值的图形怎么办 来 听不懂没关系 好不好 你大概听了五六成懂 好不好 等一下有这个观念的时候老师在讲什么话比较快 你就完全懂了 好不好 可不可以好你先把这步骤先了解一下 那我再看一下两个橘类值怎么办 来 一样 两个橘类值的时候 你必要讨论 这两个橘类值里面 好 你令它为0 AK4起 负1 令它为0 S4起 对吧 老师刚刚讲过 碰到橘类值的图形 碰到橘类值的题目 你一定要确定里面的正负号吗 所以说确定正和负之前要先找起0 所以令它为0 S4-1 令它为0 AK4起 所以说这时候我以负1和2为分界点 把它猜成比2大 和负1到2 和比负1小 把它猜成这三段来讨论 好 我们先看一下 X比2大 X比2大 不管加1 还是-2 对吧 X比2大的时候 X比2大带进来 不管加1 -2 都是什么号 整号 所以拿掉橘子 就直接写成 A加1 A加3 A-2 这样行不行 如果把这 合并写来写 它可以合并成 2S-1 有没有看到 可不可以 K后再来 AK比-1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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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加1 还是-2 它还是什么号 还是负号 对不对 所以拿掉橘子的时候 这里面要加什么号 负号 要把它变号 把它变成 负S-1 负S-2 这样行不行 那这边可以合并成 负S-1 这样可不可以 所以后再 AK如果记得负1到2A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东西 负1到2的时候 你看一下 AK记得负1到2A 加1什么数 正的 但-2什么数 负的 所以说拿掉橘子 这还是正的 所以说写成A加1 这变负的了 变成负S加2 有没有 AKS-A可以消掉 1加2四七 3四出来了 行不行 所以说这时候 根据这个现状 麻烦去画图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首先画一个直角坐标手 我们先看这边 AX比2大时 Y会等于2S-1 好不好 我们先把Y等于2S-1 图形画出来 怎么画 你看一下 首先AK是用2代 AX2代时 4-1四起 3 所以S20Y四起 3 在这边 先找到这个点 好 我讲过要两个点 才能连成一条直线 可不可以 我只有AK是用2代四起 3 再找一个点 我AK是用0代 好不好 0解1四起 -1在这边 两个点 连起来四条直线 但是很抱歉 这条直线要S比2大 这一段才有效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一段才有效 好 我们先看这个好不好 AK比-1小 我们先看这边 AK比-1小 也是一样 先把这条直线画出来 AK是用-1代 好不好 -2 -2乘-1-2 2加1 3 所以AK是用-1代四 Y一样四起 3 在这边 再找一个点 AK是用0代 0加1四起 1 这样行不行 把这两个点 连起来 这条直线 但是很抱歉 这条直线要什么 要AK比-1小 这段才有效 这样行不行 好 我们再看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是Y等于3 Y等于3是一条什么线 水平线 然后这条水平线 要几 要-1到2 要在这一段才有效 懂吗 所以说图形画出来 它一样是一个折线 只是这时候折几段 折三段 行不行 其中这一段 好不好 它在最右边 所以说这条直线四起 Y等于2S-1 这条在最左边 这条直线四起 Y等于-S加1 这样行不行 好 这两个 这都是折点 对不对 所以说这时候折点有几个 有两个 其中这个折点桌标四起 S42Y是3 所以折点桌标四起 23 而这个折点桌标四起 -1-3 这样行不行 它可以找到两个折点 好不好 然后图形就出来了 好 讲到这一遍 好不好 OK 有些同学老师 没事这样画出很麻烦 对 那怎么画比较快 其实这个观念就跟抛物线一样 老师问你 你画抛物线是你有好好画吗 你也没有 对不对 你只是大概画一个鼎鼎出来 开口朝上开口朝下大概大概画一画 是不是就好了 对吧 所以说我画折性也是一样 怎么画 其实抛物线的灵纹是顶点 折性的灵纹是什么 是折点 对吧 所以说其实碰到绝对词的图形怎么画 你先找折点 找到折点之后 你看 两边往上画 往上画 是出来了 一个绝对词 一个折点 两个绝对词 两个折点 那折点怎么找 好其实很简单 令他为零 AK47 1 令他为零 AK47 1 令他为零 AK47 2 找到折点之后 图形式就可以画出来了 好 老师怎么说 来老师这边教大家怎么画 比较快 来看这边再一次好不好 麻烦你我刚刚讲过 所以说以后碰到折子的图形 麻烦你怎么画 先找折点 好 折点怎么找 令他为零 令他为零 可见AK47 1 所以说首先来 AK是用几带 1带 带进去 1-147 0 所以AK是用1带 值Y47 0 看行不行 所以画一个直角坐标走出来 行不行 先把这个点坐标 10找到 行不行 所以说以10为折点 那折子的特征 什么特征 不管是正的还是负的 带下去之后 加上折子的什么号 正号 图形画出来 要么就是正的越来越大 负的 因为加上折子 也会越来越大 对吧 所以说以折点为中心 两边往上画 往上画 什么行 一个是正的 越来越大 一个是什么 X虽然是负的 负的越来越大 没错 但是加折子还是什么号 还是正号 所以说图形 你两边都会往上跑 中号 可不可以 其中右手边这段 因为绝椅里面什么号 正号 所以拿掉绝椅变成 Y等于A-1 左手边这一段 这样行不行 这绝椅里面什么号 负号 所以说拿掉绝椅变成 负S加1 这样就完了 可不可以 再看这个 老师 两个绝椅怎么办 一样 两个绝椅变成 就代表几个折叠 两个折叠 两个折叠 这样行不行 所以折叠怎么找 一样 令它为0 AK加1等于A-0 AK47-1 还为令它为0 AK-2等于A-0 AK47-2 这样行不行 好 首先AK是用负1带 负1加1 0 负1-2 负3 加上绝椅变成 3 这一样 AK用2带 2加1 3 2-2 0 3加0 还47 3 所以说找到这两个折叠 我们看到 之后麻烦你这样 画一个直角坐标筹出来 先找第一个折叠 23 S42 Y43 在这边 再找负1 3 S-1 Y43 在这边 之后麻烦你 折点和折点之间 把它连起来 两边一个是正的越来越大 一边是负的越来越大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因为绝椅是什么号 正号嘛 行不行 而且中间什么号 加号 所以说正的越加越大 或是负的 因为加上绝椅子之后 也会越加越大 什么行 其中最右边这一段 最右边这段 因为这两绝椅都是正号 所以拿掉绝椅子 就直接写 A加1 A-2 把这合并起来 可以直接写成 2S-1 最左边这一段 好不好 最左边这段 这绝椅子里面都是什么号 负号 所以拿掉绝椅子到变号 把它变成 负S-1 负S加2 好不好 这合并起来 可以写成 Y-1 负S加1 图形是出来了 可不可以 所以说 以后画绝对值的图形 我们也不用这么啰嗦了 找到折点的时候 两边往上画 往上画 找到折点之后 折点折点之间相连 两边往上画 往上画 是图形都出来了 可不可以 麻烦你到这边 把它整理一下 可不可以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